只是两人之间的亲密并没有愉悦底线 能这样天天见面 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看星星 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因此两人都很珍惜 叶少阳抱着小酒 望着寂静的夜空 向着捉鬼联盟的小伙伴们 憧憬着回去之后的事 到那时候 也许自己就该彻底淡出法术界 去过普通人的生活了吧 他轻轻把手穿过小酒的长发 去抚摸他的脸颊 至少这是实实在在地拥有 当晚叶少阳睡着之后 做了一个梦 梦中他不知道为什么 来到了一片荒郊山区 前方山谷里引进船来说话上 叶少阳走了过去 转过一片山石往前走 在山谷腹地 见到了一大群人在山谷里 等那个什么老祖出来 你们给本王拖住啊 老子要去偷袭他 一把砖拍死他个傻逼啊 小马手拿悬铁板砖 药物扬尾 可惜没有人听得说话 四宝和老郭互相埋态大趣 吴家围抱着肩膀 习惯地在一旁半哭 美华跟橙子讨论化妆和穿衣服 瓜果和包子傻呵呵地在一旁 斗着小蜈蚣扁头 小青在一旁大声抗议他们虐待动物 远处 刀锋站在一棵树下 背靠着树干 看上去像一道风景 而小白就像滑翅一般地欣赏着风景 杨公子坐在树枝上 对着一面镜子梳理着发肌 进处停着一辆车 谢雨晴站在车下 大声跟车里的人讨论着什么 雪奇站在边上一脸的不耐烦 叶绍阳走了过去 被谢雨晴看到 大声说道 小王八蛋 你可算回来了 你拉肚子拉了这么久 叶绍阳朝车里看去 副驾驶上坐着周静如 甜甜地跟他打着招呼 少阳哥 张小蕊和叶小萌从后座上下来 张小蕊拉着叶绍阳 一个劲地警告他 这一场战斗他一定要参加 还要当主力 叶绍阳被几个妹子拉扯着朝前走 来到了大伙所在的地方 大伙看到他 有的点头打招呼 有的继续忙自己的事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叶绍阳撕下张望 大伙好像都在 连失踪好久的碧青也来了 默默地站在山下 跟邱莹站在一起 林三生靠在一颗巨石上 眉头紧锁 拖着下巴 好像在思索着什么计谋 李林林在一边给他扇扇子 唯独不见锐冷鱼 正想着 突然一道人影 从对面往回跑 正是锐冷鱼 身后不远处 跟着一个有山那么高的媳妇 长得像一只巨大的蝉蝠 奔跑进来 地面都在震颤 来了 冲了 小马举起了板准跑了过去 大伙也都跟着跑起来 盗锋刚要动身 看到叶绍阳还站着发呆 问道 你愣着干什么 叶绍阳顿时豪情 拔出了七星龙拳剑 也冲了上去 非常中二地大喊了一声 兄弟们 跟我冲啊 捉鬼联盟 永远 在路上 这时间一晃啊 从我上传第一集 捉鬼人开始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 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今天第一部书就要完结了 真的是非常感慨 仿佛播放量上百万的那时候 好像就在昨天一样 有时候真的觉得 时间离我很近 有时候又会觉得 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想 这忽远忽近的感觉之间 一定是对这部作品的感情在作祟 今天老道能走到现在 一定是离不开所有支持老道 和支持这部作品的朋友们 这部书呢 是我的第一部书 我对它有一份特别的感觉 和感情 它真的 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 也正因为有了这部书 才是我有幸 用生意来陪伴着喜爱我的朋友 虽然第一部完结 会使我有些伤感 但是好在 它只是第一部分完结 并没有完全结束 从明天开始呢 第二部将会无缝衔接上 我想大家 也一定很期待第二部的开播 这部书在小说里来说 真的算得上是 比较长的一部作品了 所以我觉得 这么长的作品 难免会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 但是好在 大家都比较包容 后门的路呢 我会继续陪着大家一起走的 也希望大家 能够一直陪伴着我 继续看着老道成长 我的另外一部新书 也会在本月上讲 书名叫做 我是一具尸体 那么今天的片花 已经做出来了 可供大家提前了解一下 这本书 我也相信 大家一定会喜欢的 好 在这老道要再次感谢 所有支持老道的朋友 我们明天 继续在这见 拜拜 我割腕子上 鲜血溜尽 成为了干尸 尸身被葬进了祖传的铜冠 在鬼节复活 我以人的意志 驾驭着我的尸体 穿梭阴阳 我爱过 也恨过 我杀过人 也灭过鬼 我是尸体 永远不会衰老 我站在这个世界的最高处仰望 只看到了欲望 这就是我的传奇故事 欢迎收听 由张老道 仙宇为您演播的 我是一举 尸体 作者 杨云